走 早啊 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 我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啊 我 我一直都在家里面 而且我这么大一个人了 又不如小孩子能出什么事啊 在我眼里你就是个小孩 昨天晚上发生了事件 我都知道了 现在公安部门呢 已经介入了调查 最近网上可能会有些声音 对你回来 那是网上会 我还是在家里面 就知道了 在我们新闻的发生 那个老二张 他还没时间 就过来 有飞泪 就帮助女朋友 他不会说 吃饭 吃饭 我 就吃饭 吃饭 吃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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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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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要尽手毁了别人 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切呢 毁了我 我们就能心安理得了吗 说完了吗 我没有说的 我真的不想再听了 你是就想要一个答案对吧 那我今天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不是我们毁了你 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 这次的比赛我先不说 就说上次慈善晚宴的事吧 慈善晚宴我 是你在模特中大张旗鼓地说 我会带你去慈善晚宴对吗 你还说什么 说我对你感兴趣 说我喜欢你 不是 那个真的是我 再说是个展上的事吧 虽然你伪装得巧妙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是你拿助理的剪刀 故意把衣服给弄坏了 你是一个模特 设计师辛辛苦苦把他的心血 交到你的手上 你怎么能糟蹋呢 你自己的努力 你就在乎 别人的付出你就不在乎吗 这就是你所谓的文心误会 既然在你心里是这么抢我的 你压根就不在乎我这么解释 就算我被误会了 你也无所谓是吗 事到如今 是不是你动的手已经无所谓了 对我来说结果 真的是你在救我自取 方总监 方总监 收起你这一套好吗 你这套可怜兮兮的说法 你在琳琳那儿说可能还行 在我这儿真的行不通 方总监 我求你了 我们彼此都留点余地 大家都体面了 你也没有给我留余地啊 方总监 真的是你自己 把自己的路给走绝了 走的时候把通行证留在前台 一只手续我找人帮你办好了 方小语 我会让你后悔这么对我的